大家好,欢迎来到阿米妈妈的妈妈声故事馆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有点特别 它的书名叫做Your baby's first word will be dada 作者是美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Jimmy Fallon 这本书的书名有个中文的意思 你的嬰儿第一句会说的字是dada,即是爸爸 有一个很有趣的渊源 Jimmy Fallon虽然他在节目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也是一个名嘴 但他有一个困难是在家里解决不了的 就是他希望他两个女儿第一次说话 说的第一个字会是dada,即是叫他 但奈何他们第一只会会说的字都依然是mama 于是他就愤意作了这本书出来 就把这个感想就放了下来 希望各种的动物都可以叫dada 看看有什么结果 好了,这本书可以教到你小朋友各种动物的叫声 你也可以介绍每一种动物给他们听 好了,事不宜迟 Your baby's first word will be dada 你的嬰儿第一个懂的字一定是dada 很可爱的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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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a 嗯 哎呀,原来是一只牛 Dada Brrr 是羊咩咩 Dada 呱 是鸭哦 Dada Dada 蜜蜂 哇,这些动物巴巴真的很努力教 Dada Wuff Dada Sniff 是兔仔 Dada 喵 是猫哦 Dada Squeak 是老鼠 Dada 呱哈 是女仔 Dada Dada Oink 是猪哦 Dada Dada Ribbit 青话 Dada Dada Peep 是鸡哦 Dada Dada 喵 是吗 我说了这么久 都没有人懂得说Dada 这些爸爸生气了 Now everyone Everybody get in line 大家快点排好队先 Let's say it together One more time 我们不如排好队之后再说一次 这边是爸爸 这边是小朋友 好了 123 Dada 他们懂得说了 好了 今天是这样 多谢收听